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你要如何在哪里真正认得如是觉体 就是如是变幻现出之时 那所生之处哪个不是诸佛生处 但是这里面讲到心里面如是违信之时 你不是抓着变幻的末梢 以为它是诸佛生处 而是你在如是变幻能现出如是随缘时 缘起之时你就知道那就是佛生处 所以就在那个变幻当前 最初随缘的变幻一定有个像 也就是我们即将要 今年即将要遇佛的这个节日 遇的西达多 它如是随如是缘起当前 它就是一切法中片息之下 它是一切法中必达之下 它是一切法中能称量一切万法 能运在一切万德之下 叫西达多 遇息者西 遇达者达 能够运在一切万德者多 所以决心随缘变幻之时 出生当下 其实你那个现前的知心 就是决体的现前处 那个知心其实它是变之下 但是我们却在知心之中 你只是抓着所知 所以在所知之中 你不认如是变之 但是事实上将来 你自己维系思维 一切所知 所知 自己不知道所知 能所知的就是变知的 根本的知心的具足 那是西达多 这个知心的具足 你明白如是知心的具足时 你不但你遇的是西达多 你供养的是弥勒 因为弥勒就在知足天 你念念在这个知足上面 你就不是在眼前的种种 感受缘起的种种 氛围的外向之中流转 你自然就会在一切缘起当下 念念之间设内而住 所以叫内悦 那是西达多现前处 它是本来随缘的世间的西达多 所以我们遇佛一定要遇西达多 你不能遇哪个佛 佛你怎么能遇 佛你根本不见底相 刚刚跟你讲 佛性根本无形无状 你在哪里遇 你遇的就是西达多 西达多叫太子相 太子是谁 就是摩耶尔神 就告诉你大变化深处 就是诸佛深处 你在每一个知心 现前处 你拿九龙土水 九法界的法水 那都包含九法界的法水的西达多 采的是七朵莲花 什么叫七朵莲花 那就是根本它的七世 种种清静现前 因为它是世间西达多 那西达多达多就是八十 那一切法中 一切意念 不就是从这个西达多现前的吗 你这个意念包含什么 你这个意念包含 上级天级下级地级 都在你意念之处 你都在如是能知道一切万法的西达多中 你才能够明白一切天上地上 所以这个西达多是一手指天 他能够上穷天里 下至地里 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 所以说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他不是跟你讲故事 我独尊